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6月1日起夏季电假开始实施,通讯软体LINE上开始疯传半夜洗衣服比较省钱的说法,但台电表示,民众若没有先申请智慧电表与时间电假,在白天或晚上用电的电假是一样的,不需要特别改在半夜用电。 综合媒体报道,近日通讯软体LINE上风传在晚上10点30分到隔天凌晨6点内洗衣服比较省电的资讯,但一般家庭用电都是依照用电量累进计费,与时间电假是不同的计费方式,如果想采用时间电假,必须先行向台电申请两段式电假或三段式电假计费。 但台电人员也建议,家庭每月用电量如果在700度以下,用原本的累进计费会比较划算,700度以下每度电价最高为4.8元,但若使用三段式电假,尖峰时间电价每度6.2元,半尖峰时间每度也有4.07元,对于一般家庭而言不见得比较省, 而台湾60%至70%的家庭每月用电量接在330度以下,每度电竞要2.38元,民众在选择电费计账方式前,务必先参考家库的每月用电量,仅有用电量较大的家庭与小商家,改用智慧电表与时间电价会比较省。 。